嗨大家好 今天這部影片要帶大家去看 2023年西班牙瓦瑞西亞的法雅節 整個城市都是法雅人偶的展示空間 法雅節的一連串活動從3月初就開始了 想搶先集中在一個區域看法雅人偶的話 可以先去為在藝術科學省的法雅人偶展購票參觀 為什麼說搶先看呢 因為之後法雅人偶們就會四散在瓦瑞西亞的市中心 就要做好走很多路的準備囉 每天下午2點在市政府廣場都有Maskreda 想炮可以看 有興趣的話我會在下方的影片連結 3月15到3月19才是法雅人偶正式在街頭上擺放好 並會開始引進大批遊客前來參觀 真的是大批遊客呢 每個區域展示的法雅人偶都有兩個 一個為正常版另一個為兒童版 有些比較大型的法雅人偶需要購票入場 才可以一揮將人們的細緻做工 根據報導 最昂貴的法雅人偶可以到25.5萬歐元 大概是台幣800多萬 最便宜的2000歐元不等 大概是台幣6萬多塊 但最終只會各一個法雅人偶可以被留下 其他的都難逃3月19那天的火燒命運 在法雅節期間 整個市中心都禁止車輛進入 人們可以連一的穿梭在車道上 並且進駐了很多小攤販 那天我隨機問了一個賣炸薯條的一包多少錢 攤販回答我 西歐 我整個驚呆 在西法雅的超市一包兩公斤的冷凍薯條 才3.15歐元 不過這就是賺觀光彩嘛 甚至有蝴蝶跟三眼怪呢 西法雅的超市一包 西法雅列的超市一包 西法雅的超市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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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些藍色的零巾了嗎 它的名字叫做 Banuelo Faiyero 在法雅期间一定可以看到街上贩卖 或是几乎每个人都有逼着他 来到法雅节不妨可以买一条当作纪念哦 法雅节在2016年时就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说一开始是为了纪念 木匠的守护神圣约瑟而庆祝的 并一路从19世纪流传至今演变成庆祝春天的到来 这么重大的捷径也有遭恐停办的时候 其中一次就是2020年的COVID-19 就像大型的传统捷径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在疫情期间也渐渐营销了不少人的生机 法雅人偶们制作的主题通常围绕在当前的议题讽刺 并且文字说明会使用瓦伦西亚语书写 就如同我们的台语 只是瓦伦西亚语有文字可以呈现 小妹目前只越懂越懂西班牙文 我们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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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有个网友私讯问我说他要来法雅节 但是不知道该准备什么包包 我建议他买防盗要包并穿怀租的衣服挡住 并且便宜都要包并穿怀租的衣服挡住 只帶少量的線均更新用卡即可 手機可以用掛繩幫助掛在脖子那邊 畢竟發芽期間小偷可是很猖獗的樣子 小偷們都像正常人 然後順不知鬼不覺的把你的東西偷走 真的是厲害 這次是我的三個多 法雅節的另一個正頭戲就是法雅小姐姐們 每年的法雅節都會選出一個成年版和一個青少年版的法雅小姐 成為當年度的法雅代言人 街上也會充斥著穿著法雅服裝的侍女們 彷彿把我們拉回了中世紀交織著現代與過去 可以看到不僅是攜帶價卷還有樂隊呢 法雅服飾真的超級美 從頭到腳都打扮得非常精緻 一般來說法雅服裝的價格落在500到2000歐文一等 大概是台幣的17000到7萬左右 通常都是慢慢地把配件買齊 是不是覺得要選擇法雅寺女沒有這麼容易呢 大家有注意到法雅寺女們手上都有拿花束嗎 這是法雅節的另一個看點 現花給聖母 她是老人心雅的守護者 通常鮮花活動會持續兩天 因為在土里亞噴泉房會設置一座超巨大的聖母 底下是以木製結構製成法雅寺女們 易循鮮花給聖母 壯觀的鮮花被製成掛毯披風 覆蓋在聖母的身體上形成非常華麗的設計 別擔心後面一點會有影片 我們要 прил早一點 左右 script 烈 这两个演奏乐器的人超级可爱 看到我们站在旁边还对着我们演奏乐器 也有看镜头跟我打招呼 拜拜 拜拜 你们演奏的超棒 今年展示在市政府广场前的是这座心脏 灵感是来自于一种微型肘术 使患有某类型心脏异常的能可以恢复正常的心律 它向我们诉说着情感、心跳 我们的心因为幸福而敞开 幸福也表现为春间到来百花盛开 这就是前面有提到的献花给圣母 目前还只是骨架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插花 也有电视台在采访法雅士女们 持续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 我们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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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瓦伦西亚的街上 随处可见献玩花的法雅士女们 接下来来到鲁萨华这区 可以看到飞凡的灯光装置 这里也有部分的法雅作品 入夜后这里仿佛独夜城 愣闹的民众搭配小吃摊 雅兰变成西班牙版的夜市 好 好 我的眼睛 嗯 这个法雅作品有写中文字 结果旁边是穿佛罗明歌群的木乃衣 不夸张,如果大家仔细听 可以听到随处有人在甩泡 其实我觉得超恐怖,因为甩泡夫长眼睛 都是喷尔兰尔兰尔兰家 這個就是苦丁被嘲諷不尊重輪泉 我還記得在法雅冷藩站有出現過嗎? 這就是Masketa的原型 Masketa就是鞭炮的一種 是通過響亮有節奏的聲音刺激身體 法亞比賽也是每年法亞節的盛勢 記住有法亞是來自瓦爾西亞並且沒有海鮮 西班牙的湯葫蘆都是整顆蘋果 如果我來賣草原本應該會賺吧 這部影片大概花了兩三天才拍完大部分的法亞人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唷 重頭戲不要走開這裡就是燒法亞環節 不過我是在五住的社區附近看而已 因此沒什麼人 通常在晚上十點開始會先燒兒童版法亞 一個小時後才燒正常版法亞 點火儀式由每個社區的法亞市女們點燃 她們可以得到法亞人偶的某一小部分當作紀念 點火前會先放煙火 工作人員會在法亞人偶上纏繞鞭炮方便燃燒 來囉要點燃囉 現場看真的超壯觀 而且超熱 記得一定要離遠一點 畢竟水火無奇呀 要我說一些法亞節的心得呢 就是可以體驗看看 但法亞期間的鞭炮聲真的沒有在客氣 住室區的我的同學們 直接半夜不用睡覺了 則是好幾次被外面的鞭炮聲嚇到 優點的部分呢 就是法亞市女很美 法亞人偶很精緻 只是最後要把它們燒掉了 就覺得很遺憾 快留言告訴我 你也想體驗看看法亞節嗎 在燈利益很快 在家中的獎 也想像是在燈利益 在燈利益 在燈利益 造成水 都沒有在燈利益 而是燈利益 還有燈利益 不是燈利益 也想要燈利益 沒有燈利益 燈利益 在燈利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